這個不是一個交涉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我們要先讓內地管轄區 以內地的法律處理了一些它拘留 是違反了內地法律的香港人的問題 它完成了處理 當然我們就會用一貫的做法 安排接他們回來香港 因為他們還是有案件在身的 這個是一貫的機制 自從2018年我們簽訂了這個通報機制 其實兩年多以來 已經有成二千多個在香港居民 在內地接受了一些強制的措施 而需要通報我們 我們都是一事同日